欢迎收听一人公司实战手册第75集 我是Ran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 如何用几个简单的基本的问题 来帮我们的事业做见解 有的时候在经营自媒体 个人品牌一人公司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卡关的点 那么在我的经验里面 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可以问对问题 问到那种很核心关键的问题 它有助于我们厘清方向 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那通常这些问题都是从 第一性原理出发去思考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提供几个点 带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 说不定就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些 你现在在经营 看是什么事业上任何的盲点 OK 好 那在切入正题之前 就来提醒一下我们的KOLF 领袖行为公司 就是教你怎么样 在网络上建立自媒体 得到更多的名单 提升营业额的一个课程 在12月31号 就会关门停止报名 如果你对于这课程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run5.tv 写线1231 run5.tv 写线1231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细节了 OK 好 我们直接切入正题 为什么今天想聊这个话题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IG Facebook粉专上面 会有个栏目 就是说 他是这个人 他是公众人物 还是企业家 还是什么在地商家之类的 就是他会给这个人贴个标签 他的性质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呢 我就看过 有些人在网络上会去讨论 会去吵这个事情 说他只是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不算创业 就是算与不算创业 算不算是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有人会举例来说 他只是拍拍影片而已 这样其实不算是创业 不算是创业家 他只是在网络上 卖这个卖卖东西而已 下笔上卖卖东西 这样不算创业 OK 这个算与不算 这个话题 通常我是觉得蛮无聊的 因为他就是这个定义问题嘛 就是说好像有某个人 给他一个标准 说你要符合A B C 什么资本 多少以上 然后员工多少人 或怎么样之类 才算是一个创业家 才算一个企业家 不然的话呢 只是一个自由工作者之类的 他只是一个规格的问题 我们很难从里面学到什么东西 而且退一步来讲 如果说最终的结果是想要赚钱 OK 或者说最终结果是想要得到快乐 那终究最后看 这个他做的事情 有没有赚到钱嘛 有没有得到快乐嘛 有的话那就是很棒嘛 对不对 我看比较简单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从这个定义上来聊 其实蛮无聊的 我这个个人看法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定义上去聊呢 可以去找到一些自己的盲点 那什么意思呢 我解释一下 我们知道在思考一个事情 或者说在分析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有这个归纳法跟演绎法 那归纳来说呢 就有点比较像是 我去收集去看说 这个世界上 大家一般通常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 收集一些资料 然后就刚刚在讲的东西 就有点像归纳法 有一点像啦 就是说归纳出来说 通常应该标准到什么程度 你才算是一个创业 这是归纳 但从演绎法来说呢 它比较像是说去看本质 也就是说 什么叫创业 创业它到底一开始 为什么会被 会被发现或发明出来 就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 那么它在这个市场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创业家 它给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我就看它本质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问我自己 那我有没有符合这个本质的要求 如果没有的话 那很有可能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一直没有达到点上 OK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就不要从这个演绎法 然后从第一性原理来思考 那我今天分享的是我自己学习的笔记 这也是我 算是就是这些年来学自媒体里面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课 它听起来讲起来会有点抽象 但是我觉得挺重要 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今天讲三个定义 一个就是 到底什么是一个事业 所谓的business 到底是什么东西 第二个是 那到底什么叫做创业 什么叫创业家 怎么样才算个创业家 第三个呢 我们讲这个自媒体 讲行销嘛 对不对 OK 好 那到底什么是行销 什么样的人算行销人 OK 好 那我们先从哪个开始呢 先从比较完整的开始好了 就是business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 你拥有一个事业 所谓的事业到底是什么 OK 那我学习到的是这样子 所谓的事业呢 它就是一个系统 这系统里面呢 有应该这样讲 所以一个事业呢 它是由若干个系统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是由几个小系统 组成一个大系统 那么这几个小系统 它分比要负责一些事情 通常是三个东西 一个叫做名单端 名单端也就是 包含的开发 包含着 这个跟这个名单 接触之后 去养这个名单 名单端 第二个呢 叫做成交端 成交系统 也就是说 我这边有100个潜在客户了 然后我有某个系统 可以去让 里面100个潜在客户里面的 一定的percentage的人付钱 然后得到他要的 产品或者服务 第三个呢 叫做 价值交付端 fulfill 所以就是leads 如果你就会学网络行销的话 应该常看到 LEAD leads这个字 它就是潜在客户 所以leads close 就是成交 然后再来fulfill 价值交付 所以我听过 Russell Bronson讲一个东西 他说 如果先开个新的公司 他就是 只要有两个部门 他这个公司就可以赚钱 那两个部门 一个部门 就一个人负责呢 找名单 一个人负责成交 名单成交 名单成交 就OK了 那当然 你后面要有一个产品 是能够帮得到人的 就是价值交付 其实这个东西 在有一本书叫做 哇 突然忘记那个书名了 类似叫做说什么 不读名校 MBA 类似像这样的关键字 你去查一下 里面也讲到 他也讲到这样去分层 OK 所以当你 认为你在做一个事业的时候 就可以问自己 我们今天讲 听到问问题 问自己说 OK 我的名单系统是什么 我有没有一个 有效可预测的 注意是可预测的 就是说 你要去 我 OK 举例来说 我一个月 我会做这些事情 不管是内容行销 还是主动开发 我做这些事情 大概可预期 可以得到多少 新的名单量 他不能是碰碰运气 反正我就开这个地方 有人来就来 没有就算了 这样 我没有一个可预测的 而且我可以去 去优化的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系统的话 你应该里面有很多参数 然后举例来说 就是我一个月出多少片 或者说我广告 用几种不同的角度 然后下多少钱 那我一段时间就去看 我预期可以产生多少的leads 结果 他比我预期的好 还是不好 那好的话 我就知道说 我哪边做的好 我可以去double down 我可以做更多 如果不好的话 我就可以去删除 再优化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第一个 叫做名单系统 OK 好 所以名单系统 它就只有得到名单 第二个 你要去转成营业额的话 就有个成交系统 所以成交系统 你就要看说 那我的成交流程 成交场景是什么 OK 我是在线上有演习会 我是导到线下 要碰到面 我有个店面 或者是我有个简单的landing page 我的成交系统长什么样子 所以里面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数字 比如说转换率啦 这个客户在 这个landing page 待多久啦 诸如此类的 OK 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价值交付系统 今天这个人呢 他付了钱 他得到他的产品或服务 他有没有被解决 他一开始想要解决的问题 或是有没有满足他一开始买这个东西 想要满足的需求 因为这跟顾客终身价值的关系 也跟你的公司 可不可以经营的酒有关系 OK 所以第三个就问自己说 那我的价值交付系统是什么 我怎么样去优化 这个包含什么 包含说客户一买完之后 怎么样用到这个产品 那他使用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 诸如此类 这些都是顾客的使用的体感 使用的体验 用户体验 OK 所以我们就问自己三个问题 我的名单系统是什么 我的成交系统是什么 我的价值交付系统是什么 如果我有这三个系统 然后他协作的顺畅的话 那么我就拥有一个事业 所以说 什么样的人叫做一个企业家 就是他有这三个系统 那就算吧 如果我们从原理上去发展的话 似乎我们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三个问题就是重要问题 我们今天会讲的东西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因为 有的时候遇到卡关 遇到一些比较走不出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回归到本质的时候 就会看得很清楚 OK 好 我们换下一个 第二个是 所谓的创业到底算什么 这个东西炒得最熊 尤其在有的时候 电商 直销 联盟行销这种东西 说你只是卖东西 抽拥 对不对 也是帮公司打工 这不算是一个创业家 OK 好 真的很好玩 从这个角度看 可以说不算创业家 但是从两个角度看 所谓的创业到底是什么 我学习到的东西是这样 就一句话 一个东西 创业家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的人 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市场上 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非常多的问题存在 这问题有时候是从直观的角度 直接来解决 有时候是从侧面的角度 侧面的角度 我来想一下有什么例子 OK 今天我想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是什么 有一本书叫做ask 台湾好像没有翻译 它就是ask这个字 它是一本很经典的一本行销书 它里面讲到一个话题 就是说 如果你问人们他要什么 其实他是讲不出来 就是有人说你晚上常吃什么 你说随便 对不对 那我说我们去吃寿司好不好 那他可能就说不要 不讲这种事 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问他要什么 他也讲不出来 可以问他不要什么 他讲得出来 OK 或者是说你问他说 那你中午吃什么 举例来说你问他说 那我要吃披萨好不好 他说不要中午吃过了 他忙会回答出来 他做过什么事情 所以他说里面两个问题很经典 一个叫做 他不喜欢什么 或者他过去做过什么 这两个问题是回答出来的 那我们从这两个问题可以去 延伸出我们去 设计一个服务或产品 来解决他的问题 他里面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讲福特 就是说如果你问 那个时候大家都骑马 你问人们要什么 他们可能会说 我要一个不会累的 不用喂他食物的 因为这交通工具 对他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 他觉得这部分 才是他交通上的麻烦 所以问他要什么 他会讲这个 可是他不知道原来有个东西 叫汽车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对于创业家来说 他就去看到问题 然后不一定是从直观上 不是说我变成一个机器人马 机器马 对不对 或者是人造马 我来解决这个 不一定从直观上解决 有时候我甚至是一个新的发明 我看到很多新创 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所以说如果身为一个创业家 这时候我们就问自己 你说我自己算不算呢 你就问自己 我解决什么问题 OK 我的存在 像局里来说很多人都自媒体 他做一做有时候会 会做到一个 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是有点没有动力了 这时候其实我们要回过头来想个事情 就是说 那你到底是在为谁服务 你在为哪一群人服务 然后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当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就会被平台绑架 做一做 然后发现说 这是个点阅率高或低 然后似乎就是 YouTube 或是Podcast平台的告诉你说 你做对或做错 但其实他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像最近也有很多讨论 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 做一个YouTube的影片上去之后 后台就告诉你说 你这个影片 现在是比以前的排名好或不好 可是难道 我们做出来的内容的好坏 就是用这个排名来定义吗 其实不是的 而是你的梦幻客户 你理想客户 他有什么问题 而你 你做的这些努力 有没有解决到他的问题 这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这个又可以延伸到 之前讲 Kevin Caddy讲的 1000个铁粉 1000 true fans 他在 你在Google找 找这个1000 true fans 这1000 true fans 应该可以找到 他原始那个po文 所以这些都是相关 所以说 这边我们要问的 基本定义问题就是 请问一下 我解决什么问题 我解决 甚至清楚一点的话 讲究 我解决 谁 的 什么问题 然后借有什么方式 OK 用这样来讲 因为从这个讲 我们就可以讲到下一个 那什么叫这个行销人 OK 我们刚刚讲了 前面这个事业的定义上 有名单的系统 有成交的系统 有价值交付的系统 OK 那么以我们的理解来说 行销 感觉就跟价值交付 好像比较没有关系 除非说你是一人公司 你当然就全部自己来 对不对 但行销人 好像比较像是在每一届 什么呢 这个名单 跟涵盖一点点的 这个成交 销售这一段 所以说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 创业家 他是一个 有解决问题的 他找到一个问题 然后你解决它 那么行销人呢 就是去销售 去推销 这个解决方案的人 逻辑上这个样子 那当然这里面 又可以分很多细节 我们可以找到 里面找到很多元素 包含说 注意力 行销人可能是 要很会吸引注意力 这边我们就想到一个人 谁呢 这个叫做 PT Barnett 就是大艺术家 大艺术家的主角 他是非常厉害一个形象 我听过一个故事 他是这样子 他好像那个时候 要宣传在马戏团 然后他就在火车会经过的地方 找大象去假装在跟田 这样是火车经过就很多人看到 然后他就不断的每天 做这件事情 做到记者来问他 然后记者来采访他 来报道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对于马戏团 他的马戏团的一个行销 所以他这边是在干嘛 在做的是开发名单 让更多人 他甚至只是纯粹的博取注意力 他甚至不是说 我有个马戏团表演 我们会有个很棒的 让你很愉快 他没有讲这东西 他前面就是纯粹吸引注意力 然后后端 人家抓到之后 再进来看 所以这东西当然在现代来说 好像就会跑出很多 所谓的标题档 对不对 很耸动的这个缩图 题目 让你可以点进来 这样子 那说这事好事坏 其实这东西最后交给市场去验证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有一集 在YouTube讲过说话术 所谓话术到底好还坏 这集其实蛮有意思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去YouTube搜寻 软物控格话术 应该可以找到 那么说话术是好是坏 是看你背后我们刚刚讲fulfill 那个价值交付是好是坏 如果你后面有一个好的产品 好的服务 可以帮到人的 那你前面当然希望可以 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 吸引到更多的人 因为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对吧 可以如果你后面这个是诈骗的 骗人的 那你前面这个就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前面吸引人的东西 你说标题档 我认为它是中性 但是要看你整个系统是怎么样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在做自媒体 媒体它就有一个行销的色彩 一个元素在里面 你一人公司 你在做很多的这种 个人品牌行销上 那你就问自己 我是试着在 这个销售出什么样的方案 什么样解决方案 因为刚刚刚那个创业的定义是 我找到市场上的问题 并且解决它有个方案 可以解决它吗 行销人是把方案推荐出去吗 OK 好 可是这边我们有讲到 在更前端的话 还有注意点问题 或者是说 在这个人 他购买这个销售方案之前 有信念转换的问题 你知道今天有个人 他今天一个人 他如果买或不买这东西 很多时候是跟他内在三观 或他信念 他相信的事情 或他经历故事是相关的 所以行销人 他是很擅长说故事 或是用各种内容 不管是从逻辑层面 还是从心感层面去扭转这个信念 就他本来觉得怎么样 在后来看了内容之后 他觉得另外一回事了 进而他就开始行动 因为我们讲行动是从信念来的 所以行销人其实他很擅长于 在抓到注意力之后 他去试着跟你的信念段做沟通 所以行销人就问自己 我在试着销售什么东西 他可能是实质的 可能是五行的 因为刚刚讲到信念的东西 所以今天提供这几个问题 这问题就是 你静下来拿张纸 或是开一个Notion Evernote都好 你就问自己这些问题 第一个 我的名单系统是什么 我的成交系统是什么 我的价值交付系统是什么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元素 你边写你就会边想 我是怎么样得到名单的 然后怎么样 你就找到一些问题 第二个 我是不是一个创业家 我解决什么问题 我解决什么问题 我是一个行销人 就跟创业家连在一起 因为我在试着把我的解决方案销售出去 我就问自己 我销售给谁 我用什么方式销售出去 我用什么方式行销出去 OK 他们 你也可以甚至写说 他们如果什么问题被满足了 他们就很开心 什么问题被解决就很开心 之类的 你会去问这些本质的问题 全部问完之后 你把它写在一张纸 两张纸上 那么如此一来 你就有办法更找到下一步你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过去 这题外话讲到 以前我们在做职业牌手的时候 有两类型的书 一类型的书是由 可能知名的牌手 写出一些策略 另外类型的书是从本质上下手 像有一本书叫做MOP 它叫做The Mathematics of Poker 就是数学的 扑克的数学原理 像我之前在Follow的最厉害的不易玩家 他就说 其实在策略上的书 其实看大同小异 而且其实会过时 但是本质上的东西不会过时 所以其实我们在思考这也是 有的时候你一直去找YouTube Podcast 去找一些 怎么样录影片 或怎么样讲 是现在的行销趋势 那个是一块 但是回到本质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自己去发展出 一些属于你的原生的 最适合现在的策略 所以这也是很好玩 为什么会在KOLF的第一周 就教这些东西 其实在整个领袖型号公司里面 我不是一开始教行销 一开始我们要教的就是 了解这个市场 怎么样去了解人心 怎么样去用现代的工具 去看透这个市场 知道大家关心什么话题 因为这对一个行销人来说 它是重要 它是从本质出发的 而不是我们好像就学说 怎么样录直播 怎么样内容 怎么样设计 那个是后面 因为我们前面要先有核心 要先有底子 要有那个肉 那我们后面的行销 销售漏斗 才会做得顺利 OK 所以如果你对这类型的话题 是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runwood.tv 谢谢1231 因为我们1231号关闭之后 我就会去更新这个课程 那么先前报名的人 全部都可以直接免费更新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握最后一次特加的机会 就在12月31号之前 到runwood.tv 时间1231 就可以了解所有的细节 OK 那么希望今天所有的基本问题 除了你听下来 抄下来之外 给自己一个3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的时间 自己跟自己的想法督促 把它写下来 相信可以对我们的事业 有更多的帮助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 拜拜